看到檳榔灘小姐追出来 货车驾驶先往车窗丢出一包檳榔 接着驾驶冲下车打开副驾驶座车门 居然拿出一把榔头 追进檳榔灘就往小姐脸上砸 还边喊边叫嚣 真的吓坏人 动手的这名阿伯到嘉宜朴子的一间 檳榔灘买檳榔已经不是第一次 他拿出摊贩推出的点数想兑换 但是点数不够要用欠的 檳榔灘小姐认为先前已经欠两次 这回还想欠抱怨了一下 没想到惹怒阿伯 事后依法传讯成嫌盗案 全案依刑法第305条恐吓罪及第277条 伤害罪等罪嫌 恼羞成怒的阿伯情绪激动 拿铁锤药打人的举动 让冰荡灘小姐留下阴影 头部错伤打算提告 就怕自己成为屏东蛙眼的翻版 也要讨回公道 记得侯国温嘉宜报导